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睡吧,像老虎一样 从前有个小女孩 哪怕太阳已经不见了 她也不想睡觉 她告诉妈妈 我不累 她告诉爸爸 我还不困 爸爸妈妈点了点头 说她可以不睡觉 但要换上睡衣 我还是一点都不困 爸爸妈妈说 那好吧 但她应该去洗洗脸 刷刷牙 于是她洗了脸 刷了牙 又漂亮又干净 感觉真好 然后因为她喜欢待在床上 她就爬上了床 但在挺阔的被单下伸展脚趾 像飘在溪流里的水缆一样 一动不动地躺着 世界上的每样东西都要睡觉吗 她问 是的 宝贝 我们的狗在沙发上缩成一团 已经睡着了 不过 它不应该睡在那里的 猫也躺在火炉旁边 睡着了 那里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呢 那蝙蝠呢 它们不睡觉吗 爸爸妈妈点点头 蝙蝠晚上不睡觉 不过在白天 它们会收起翅膀 把脑袋塞进翅膀里 倒挂在仓房最安全的地方睡觉呢 鲸鱼睡觉吗 是的 它们在海里围成一个大圆圈 一边慢慢地游 一边睡觉 那小蝴鸟呢 小蝴鸟在自己的壳里 卷得像一个肉桂面包那样 卷着睡觉呢 连大灰熊也睡觉吗 熊是睡觉大娃 它们在雪下面 做一个舒舒服服的窝 然后睡一个冬天 一个冬天 那太长了 大多数的动物 只是在晚上睡觉呢 宝贝 爸爸妈妈 一边帮它噎被子 一边说 嗯 我知道一种 很难睡觉的动物 什么动物呢 丛林里的老虎啊 它不猎食的时候 就会找个阴凉的地方 闭上眼睛就睡觉 它这样来保持体力 爸爸妈妈点了点头 那睡觉 确实是能保持体力呢 然后 它们亲了亲它 关了灯 站在门口 嗯 可是我不困 我们知道宝贝 你可以一个晚上都不睡觉 爸爸妈妈说 它们把门 留了一道缝 小女孩的床又暖和又舒服 它像金鱼围成一圈那样 团了起来 像强壮的老虎那样 很快就睡着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 鸽子匠讲绘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也爱过来 我现在来看看 卖 按摩 按摩 稳 按摩 按摩 稳